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今天在New Range Rover上是非常特別 我想剛剛一開始大家已經看到了 這個所謂的Jesca Hawkins這個影片 其實這個影片我已經看了不下數十次 但是每次看到的時候都心跳加快 看完之後有一股衝動 想要開車衝上石門水庫的大坝 但是各位有沒有成型呢 看到我還在這裡表示 絕對沒有成型 好 那我現在利用幾個數字 帶大家再highlight一下 剛剛這個挑戰的一些難度 第一個其實它有17公里的崎嶇的路線 第二個呢 它有90公尺的地勢落差 第三個呢 它有每分鐘750噸的水宣洩的下 我想一個車子可以完整去挑戰這些地形 代表著Range Rover Sport 在所謂的極地裡面獨一無二的地位 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從不同的面向 我想來了解Range Rover這個車款 首先呢 我們從設計來看 各位可以看到畫面上的這個迴旋的樓梯 其實它代表設計風格非常的明確 就是代表了俐落以及純粹這兩個的概念喔 Range Rover擁有全新世代的設計與會 它創造出自信 而且具有張力的視覺的效果 我想從那個車前呢 我們看到全新布局的這個水箱護照 搭配了狹長的LED頭燈 以一個橫向布局的概念 創造出它視覺的張力感 以及它寬闊的視覺的感受喔 設計的疊加呢 或許是這個滿足消費者需求一個捷徑 但是我們從Range Rover身上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所謂採用剪法設計這樣的一個手法 比凡車身的線條 或者是它的這個齊平搭接的板件 以及車窗 或者是我們在車身看到的這些飾板 以及我們的這個隱藏式把手等等 整體看起來 它就像一個金雕琢的一個工藝品喔 除了造型考量以外 當然它在整個動力力學上面 也有它的優化的這個效果 當我們從車側來看這台車子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三個線條 勾勒出它的這個流線動感的一個身形喔 首先我們可以從車頭看到 從車頭延伸至車尾的這個水平的腰線 創造出它一個平穩的一個視覺的一個感受 另外呢再搭配從車頂以及車底部 兩條向後延伸 並且向腰線收束的這個線條 創造出它不容錯認的一個視覺的輪廓 車四氛圍的營造呢 也承襲了Range World品牌一貫的這個精緻的這個手頭髮 藉由鍍鉤、皮革 或者這個是現在的環保材質的運用 創造出它在這個級距裡面 更有程式感的一個感受 接下來看內裝的材質 除了標配的溫紗皮革以外 如果消費者有需求 它也可以選擇更細緻觸感的半本安皮革 另外我們也有環保取向的 Ultra Fabric的頂級支挺 此外呢 我們在中扣儀表上的人機界面上 我們採用懸浮式曲面的觸控面板 搭配實體的按鍵 我想這同時考量的所謂的造型 以及使用性的部分 好的 既然這個車子的車名叫Range Robust Sport 我想有Sport這個質量 代表著它運動化操控 當然是一個重點 我們從最基礎的平台來看 它採用了全新的MLF Flex平台 採用了複合金屬的結構 透過工程的優化 讓它的整體的剛性加強了35% 此外呢 這個平台也透過了整個 在所謂整個底盤的科技 以及懸吊 讓它最大限度的去 提升它的效能 以及它的敏捷性 我想這為它的動態價格 擋下了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另外當然這個平台 也為未來的電動化 做好了完整的一個準備 整個四體盤系統 基本上就是Range Robust 的一個動態控制的大腦 透過單一控制的系統 去協調所有關乎架控的系統 預先並且也即時的 去調整我們的路況 帶給有駕駛者更即時 更好的一個駕馭感受 動態氣壓懸吊 我想這是建構於Nelbert 長久以來歷史的這個懸吊系統 這次藉由導入可變容積的空氣彈簧 以及八個氣勢的一個設計 我想可以更細緻 及時的去協調 在這個所謂的增加或是降低彈簧的壓力 我想這也能進一步去更鮮明的去帶出 依著你是要舒適 或者是更動態的操控的駕馭的感覺 此外我們有全新的進階ATPC全地形行徑控制系統 我想這個部分也更一步強化了 New Range Rover Sport 在越野能力上的一個性能 透過系統的即時監控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到 調節車速以及煞車等等 讓駕駛可以減少它的負擔 更專注在這些嚴苛的地形上面 最後我們來談談舒適的科技配備 這邊一開始稍微借用一個知名的廣告詞 叫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那人性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人性其實就是懶 然後這個看不清事實 其實這個說的是我自己 絕對不是各位媒體朋友 那懶代表的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不喜歡複雜、簡單、而且直覺 所以當進入我們的測試 可以看到中央13.1吋的這個曲面的觸控螢幕 搭配我們獲獎無數的P4系統 以及可以跟我們手機做無線的連結 在方向門後面呢 則有13.7吋的數位儀表 搭配了我們全彩的HUD 所以這讓我們建構出這個消費者為 駕駛為中心的這個駕駛資訊中心 看不清事實 我想我們人的眼睛其實是有它的限度在的 在夜間駕駛的時候 我們透過Digital LED 其實可以極大化我們的夜間視野 它的頭視距離可以來到500公尺 而且呢 每組頭燈其實配有了130萬的微鏡片 同時可以遮替16個物體 我想這對夜間行駛時對象的來車 以及對象的用物能 避免它的炫光 以及加強我們在夜間行駛的安全性 ClearSide也是另一個看不清事實的解方 我們擁有ClearSide的對地視野 以及ClearSide的電子後視鏡 我想透過鏡頭以及影像合成的科技 提供駕駛更全方位的一個視野的安全性 接下來呢說明一下車型的編程 這一次我們導入的New Range Rover Sport 車型 採用單一規格雙動力引擎的配置 動力分別為B300以及P400雙引擎的配置 另外呢 我們在我們的標準配備上 其實已經完整的去考量了消費者 對於越野舒適性以及科技配備的需求 我想充分的可以反映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那簡單來說 這台車子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這個重新定義的奢華的跑格 然後將自信的公路性能 以Range Rover設計的這個精髓 以及數位的便利性巧妙的結合 我想在我身旁的這個New Range Rover Sport 可以說是這個第三代車型 最有喜來最令人向往 最動態最接近的一個性能車款 這邊以上成名說明謝謝大家 來謝謝您的支持 中天車想家專屬的YT頻道開播了 別忘了Youtube上面搜索中天車想家 或是輸入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能找到我們喔 每週一每週五晚天9點最新的影片上架 每週三套等到早點掉 豬哥陪你一起來直播 力挺中天 別忘了幫中天車廠家專屬YT頻道 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